吉安湘公所积极改善民众行车安全 近日在获得中央和县府的经费益助 要展开永安村民人一阶二阶一带的小巷弄道路重铺作业 乡长邮淑珍表示 未来会持续争取经费 逐一改善社区里头老旧巷弄道路 让民众有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 吉安湘公所积极改善民众行车安全 近日在获得中央和县政府的经费益助 要展开永安村民人一阶二阶一带的小巷弄道路重铺作业 因为地下污水未沿管而沿淡的吉安路 一段以东的所有民人一阶二阶的道路 所有的铺城跟为善终于要来进行施作 在这里也跟乡亲好朋友们 可能会有一段的过速期跟使用期 请大家来包涵 这一段的路面涵盖了中央县乡一起来做协力 从国独署的五百万的一个驿注 以及县政府五百七十二万和吉安湘公所自筹管 我们要进行吉安路民人一阶 以及二阶还有所属的巷弄的一个巷道 过去在一二十年未重整的部分 这一次都要来做一个修复 希望能够还给乡亲一个安全使用的一个交通路网 毕竟现在的使用频率是过于高 而且年年日日来增加 所以我们为新的安全加油 这一次施作重点是以六米宽内的小巷弄为主 预计年底可以完工 这一次工作有争取到内政部国务管理署 针对小小巷道的一些改善的部分 那目前计划是针对六米以下的巷道 那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做永安村的吉安路以东这个区块 那这边的区块是住宅人口比较多的密集区 那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个区块的巷道来做优先执行 乡长游淑生表示 未来会持续争取经费 逐一改善社区内的老旧巷弄道路 让民众可以有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 而在施工期间会造成出入不方便 也请民众可以多加见辆 更要注意行车安全 介统会吉安相报导